据知名分析师郭明基透露 苹果即将推出的iPhone 15搭载升级版的超宽带芯片 以优化与Apple Vision Pro空间计算设备的集成 郭明基表示 升级RWB是积极升级硬件规格 为Vision Pro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生态系统计划的一部分 郭明基进一步称生态系统是Vision Pro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 包括与其他苹果硬件产品的集成 相关的主要硬件规格是WiFi和 把WBiPhone 15升级的U2生产制程将由16纳米升级到7纳米 有利近距离互动的效能提升或降低耗电 而iPhone 16可能将升级至WiFi 7 这将更有利于苹果集成运行在同一局与网上的硬件产品 并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体验 用于芯片首次亮相于iPhone 11 为苹果的一些基于位置的功能提供支持 如查找 精确定位和AirDrop 优异芯片还搭载于Apple Watch Series 0及后续机型 HomePod Mini 第二代HomePod AirTag吹踪器和第二代AirPods Pro的充电盒中 据了解 iWB是一种无线载波通信技术 该技术具有系统复杂度低 大摄信号功率浮密度低 对信道衰落不敏感 接获能力低 定位精度高等优点 尤其适用于室内等密集多进场所的高速无线接入